如果说是手洗衣物的话 会建议你可以使用我们的另外一款 就是这个 酵素手洗精 其实特别针对就是我们比较贴身衣物 或者是如果今天我个人 就是有些时候你会沾到一些小地方 其实我也是会先用这 用一点点 然后先沾在上面这样 只要不是太严重的 就是可能我今天不小心喷到一些什么东西 我也是会用这个 然后很多人如果他没有用护垫 或者是他身体期前后 或者是他今天身体比较有状况 不是说一些分泌物 它会造成内裤的一些颜色沉淀 这个也可以 大家可以选这个 像我自己用这一罐 就是比较好一点的衣服 或者是一些帽子 我也是用这一罐 你知道我们的内裤不是会有一层棉吗 对 然后你在清洗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那个棉 好像那一块那个棉布的地方会越来越旧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清洗的过程当中 用的洗涤的那一个成分 化学性太强 去伤害到那个衣物的纤维 所以这一个就不会 他这个在使用上面 除了可以让你很快的把脏东西去除以外 手上面你也不会觉得洗完很紧绷 对对对 然后那个私密的衣物 其实也会维持他衣物原本的弹性 所以这个是特别针对贴身衣物来做使用的手洗精 我可以让你做衣物 我可以让你做衣物